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帝卓友简除掉了大太监贵中先 下决心要彻底的铲除燕党集团 首先要严惩那些燕党的骨干分子 可是三法司的这些官员们对皇帝阳奉阴伟故意拖延 可见这些三法司的这些成员不是燕党分子 就是与燕党分子有瓜葛 那么皇帝要是靠这帮子三法司的官员 想彻底铲除燕党 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皇帝逐渐怎么办呢 他自有办法 冲真一丸名的正月 皇帝下令派了两队人马 分别来到了魏忠贤和崔承秀的老家 把两个死了快俩月的两具尸体 从棺材里扒出来 然后分别对这两具尸体实施酷刑 对魏忠贤千刀万剐 对崔承秀呢 叫斩首扑施 然后又下令把这死了多日的克巴巴 斩首示众 然后火化 又把这骨灰啊 找个地方随便就扔了 你说对已经死了的人 实施这种酷刑还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有人就指责这个崇祯皇帝啊 说他有点心里变态 其实他们哪里知道 皇帝朱尤简的这个真实意图 我认为啊 皇帝这样做有两个意图 我至少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呢 提高量刑标准 在皇帝朱尤简的心目中 这些燕党的守恶 那是死有余辜 所以呢 就把它进行千刀万剐 斩首曝尸 然后焚尸扬灰 以此呢 就制定了一个 惩处燕党集团的这么一个量刑标准 燕党首恶啊 以此种刑罚来处理 那么其他的燕党骨干 那至少是要转手了 第二 震慑燕党分子 对死人实施酷刑 那对死人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对活人 尤其是那些燕党分子 是有震慑所有的 皇帝朱尤简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 告诉那些隐藏的很深的燕党分子们 不要抱侥幸心理 不要想试图包庇那些燕党骨干 来让自己逃脱制裁 可是皇帝心里也很清楚 仅仅凭借这种残酷的手段 要想彻底铲除燕党集团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呢 不久啊 皇帝又宣布要进行考选 通过考试选拔阎官 这个阎官是干嘛的呢 阎官呢 就是专门监督监察这个朝廷百官的 发现谁有问题 立刻上奏弹劾他们 可是到了这个魏忠贤的燕党专政时期 这个阎官制度就不起作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正直的刚直不阿的这些阎官 不是被迫害致死 就是被革职免职回家了 那些胆小怕事的阎官呢 就闭嘴不吭声了 如果阎官不起作用 那么这些隐藏很深的阎党分子 就可能永远要逃出惩罚了 因此啊 重臣皇帝就决定 选举新的阎官 让阎官制度重新发挥作用 下达了考选令之后 选出了新的阎官 皇帝就对这些新选出的阎官说 从今以后你们什么事都别管 一心一意的给我揭露阎党分子和他们的罪行 在皇帝的支持之下 这些新阎官们自然是认真独立的工作 那些老阎官一看 皇帝的态度如此的鲜明 也就反隔一击 加入了揭露阎党分子的行列 从此就揭开了揭批阎党集团的一个高潮 一大批隐藏很深的阎党分子 身居高位的阎党分子 纷纷的被揭露了出来 随着这些阎党分子和阎党的罪行被揭露 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 东林邪党案逐渐地浮出了水面 在燕党集团把持朝政的黑暗时期 有人冒着巨大的危险站了出来 决心疏死一搏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燕党覆灭记 明末发生的东林邪党案曾经轰动一时 他是以魏忠贤为首的燕党集团 为把持朝政排出一击 而制造出来的一个血案 通过这场暴风骤雨般的血腥清洗 燕党集团当时最大的反对派东林人士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东林邪党案 究竟有着怎样来容去脉呢 他的历史真相又是什么呢 这个案子表面上看是个刑贿受贿案 刑贿者叫熊廷璧 曾经担任过辽东地区的精略 这精略就是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在熊廷璧担任辽东精略的时候 辽河以西 山海关以洞 这块土地 沦入金国之手 因此朝廷判他死刑 这熊廷璧为了免罪 就行贿 左副都御使杨连等人 事情败露之后 熊廷璧被斩首 并且传守九官 就是把首级啊 斩下来之后 在长城展示 那么杨连呢 杨连等人被打入了大牢 不久的死在了狱中 东林邪党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呢 因为这个案子是 燕党分子一手操办的 随着魏忠贤被除掉 燕党集团呢 又被定为逆案 那么东林邪党就不应该再是邪党了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因此就有人开始为东林邪党案名人叫局 要求给东林邪党案平反 可是对此呢 皇帝朱优俭不知可否不表态 那么皇帝朱优俭为什么会是这种态度呢 因为他不想陷入 朝党之争 什么叫朝党之争呢 就是明朝末年 朝廷内部 有两大势力集团 相互彼此的攻击 谩骂 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 都无法取得一致 甚至有人说明朝之所以灭亡 就是因为朝党之争 那么就要问了 明朝末年的朝党之争是如何形成的 这就要怪 崇祯皇帝的爷爷万历皇帝了 为什么要怪他呢 这个万历皇帝有一个最宠爱的郑贵妃 给他生了个儿子 排行老三 这个万历皇帝就想让这个老三当太子 可是大臣们是坚决反对 因为这叫费掌利用 还有无论万历皇帝怎么做工作 这大臣们就是坚决不同意 哎呀 这个万历皇帝就想不通了 我堂堂一个大明王朝的天子 我想立我喜欢的女人 生的儿子为太子都做不到 这一生气啊 摔爬子不干 万历年一共四十八年 他将近三十年不理朝政 皇帝不理朝政就把所有事情 推给了所有的大臣们 大臣们群龙无首啊 因此在这个群龙无首的情况之下 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集团 那么这些小集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 最终形成了以东林党和其处这党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集团 所谓东林党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党啊 就是一帮子文人呢 在浙江的东林书院讲学 讲学的时候呢 他会评价实证 刀扁人物 提出一些治国的理念 他的观点很受欢迎 因此呢 在东林书院周围啊 和这些文人的周围啊 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范围 那么反对东林人士的这些人呢 就诋毁东林人士为东林党 那么所谓其处这党呢 什么意思呢 这些朝族的官员根据自己的家乡啊 连接在一起 其实指山东 楚是指湖广 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湖北 这是指浙江 以浙江的这个浙党势力最大 所以以浙党为中心 这几个小党就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与东林党人的这种抗衡的状态 这两派人物啊 观点完全相反 当然有的时候是针对国家的大政方针 但有的时候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什么问题都吵 只要不是一派的观点 你说对我就偏说不对 你说是我就偏说不是 这就是明朝末年的朝党势场 后来这个万历皇帝驾崩了 太子朱长洛继承了皇位 就是太昌皇帝 太昌皇帝继位之后 29天就驾崩了 一个月死了两个皇帝 这大明朝啊就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之中 在这个危机中啊 这东林人士啊 鼎力相助啊 辅佐朱长路的儿子朱游孝 继位当了皇帝 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 由于东林人士辅佐天启皇帝登基有功 因此天启初年呢 这朝中啊就基本上是东林人士的天下了 一些要害部门都是东林人士把握着 这个齐楚这党啊 就处于被打压的地位 可是一个偶然的小事件 却改变了这种局面 那么什么事情呢 天启初年 左都御史高攀龙到淮阳一带视察工作 这个高攀龙可不是个一般人物 他就是东林书院的创始人 这个人为官清廉 为人政治 当地百姓一听说高攀龙来了 就找高攀龙告状 告谁的状呢 告巡言御史崔承秀的状 那么巡言御史崔承秀干了什么事了呢 据知情人揭发 说淮安一带出了一个大强盗 后来呢被官府抓住了 可是这个崔承秀到了淮安之后 这个强盗给崔承秀送了三千两银子 崔承秀就把这个强盗给放了 再后来 一个长期逃亡的一个通缉犯 被官府抓住了 可是这个崔承秀呢 接受了这个逃犯的一千两银子 把这个通缉犯也给放了 这些地方官员一看这个崔承秀 如此的贪婪 就投其所好 就开始向他行贿 这崔承秀是巡言御史 也是个阎官呐 所以呢 有了问题怕他弹劾的人 给他钱他就不弹劾了 想要升官的人给他钱 他一定会举荐 哎呦这高盘龙一听这个崔承秀 如此的贪婪 而且胆大妄为 于是呢 就上书给吏部 弹劾崔承秀 这个吏部上书呢 也是一位东连人士 马上下去调查 调查结果证据确凿 就建议 隔去崔承秀的职务 把他发配到边疆去冲军 这崔承秀一见着 罪责难逃了 怎么办呢 得想招找个靠山 于是他就趁夜来到了魏忠贤的家 敲开门二话不说 跪倒客头 高声叫干爹救我 这魏忠贤还纳闷 我哪冒出一干儿子啊 这会儿的魏忠贤呢 正在东连人士的进宫之下是焦头烂额 他就想在东连人士之外寻找个帮手 恰巧这崔承秀就投到了他的名下 而且高呼叫干爹 他立刻就决定收了这个干儿子 而且表示是相见恨晚啊 第二天他就指使亲信言官 上书为崔承秀明冤教区 结果崔承秀没事了官复原职 而且这个职位直至往上窜 崔承秀从此就成了魏忠贤的死党 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忠心 崔承秀就列了两个名单 一个名单列的是东林党人 一个名单列的是非东林党人 给了魏忠贤提供排除异己 提拔亲信的这么一个依据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名单 就专门打压东林党人 这齐楚这党人一看 魏忠贤能量这么大 而且专门和东林党人过不去 因此就纷纷的投靠了魏忠贤 就这样 燕党集团就形成了 实际上所谓的燕党 就是掌握重权的太监 和齐楚这党人的政治联合 这些东林人士 实话说也是良有不齐 而且也有很多败类 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东林人士 还是能够恪守儒家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他们总是以拯救时封为使命 匡扶正义为己任的 尤其是那些东林人士中的优秀分子 面对魏忠贤的干预朝政 善权 暴政 毫不畏惧 他们为民请命 为了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当然也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 他们就纷纷的上书给天启皇帝 唐和魏忠贤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杨连 左赴都御使杨连 杨连这个人在担任左赴都御使之前 是一任地方官 在地方为官的时候 秦政爱民 老百姓很爱戴他 而且为官非常清廉 被赞誉为天下第一良力 担任阎官之后 仗义直言 当他面对魏忠贤 干预朝政权清朝野 残害忠良这种暴行的时候 挺身而出 向天启皇帝上书 弹劾魏忠贤二十四项该杀之罪 主要包括干预朝政 架空皇帝 害死皇长子 逼死怀孕的皇妃 还有纵容东藏太监 滥尸暴行等等 所有的罪行各个都该杀 所以建议天启皇帝 要严惩魏忠贤 杨连在奏书的最后 来了这么一句 提醒皇上啊 杨连说 灭平之中 但只有忠贤 不只有陛下 都城之内 亦但只有忠贤 不只有陛下 意思是 京城内外 朝廷上下 只知道有魏忠贤 而不知道有您陛下了 这句话说明啊 这杨连呢 不仅掌握了魏忠贤犯罪事实 而且把握了皇帝的心态 他知道任何一个皇帝 再昏庸 他也不愿意被架空 所以他相信 只要皇上看到我这句话 一定会严惩魏忠贤的 侥幸逃过一劫 魏忠贤怒火中招 在他的指示下 将会发生一场 怎样的血案呢 反家讲谈正在播出戏的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燕党覆灭祭 天气皇帝只喜欢玩木匠活 不问朝政 天下人皆知 魏忠贤权倾朝野心狠手朗 杨连也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状告魏忠贤 这其中存在的巨大危险 可想的知 十有八九会遭遇黑手 家破人亡 然而为了还东陵人士一个公道 杨连还是决心破釜沉舟 即便有一丝希望 他也要向燕党发起挑战 可是控诉魏忠贤 最前的奏书虽然写好了 但杨连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情而发愁呢 为什么呢 当时这个朝廷啊 要害部门都被魏忠贤把持着 都被魏忠贤的亲信把持着 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径把这个奏书递交上去 很难落到皇上手中 怎么办 干脆 我明天一早上朝 我亲自读给皇上听 于是他把写好的奏书揣到怀里 第二天去上朝 可是第二天皇上宣布不上朝 接连三天不上朝 这怎么办 杨连没办法 只好呢 就把他写好的上书呢 按照正常的途径呢 向上 递交了 果然不出杨连所料 这份奏书就落到了魏忠贤手里 这魏忠贤不认字 所以呢 就让另外一个太监面给他听 还没听完一半的魏忠贤呢 双手发抖脸色 坦白 他心想 杨连怎么知道我这么多罪行啊 有些事都是我悄悄干的 他是怎么知道的 也想不通这茬 你想这些唐河的罪过哪条 如果天启皇帝看到了都会杀了我 这可怎么办 没办法 就干脆啊 就领着这皇上啊 领着这天启皇帝出去玩 这一玩就是七八天赋回家 连续七八天不上朝 这杨连没办法了 见不着皇上啊 他就想用这种方式 不让皇上和杨连见面 可惜让魏忠贤没想到的是 杨连呢 他这个奏书啊 有副本 杨连就把这副本呢 拿到了国子监 交给了这些学生 国子监就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了 这些国子监的学生 一看这杨连的奏书 写得太棒了 齐声叫好 干脆课也不上了 书也不读了 大家一起抄 只抄的是京城旨的脱销了 哎 杨连弹劾 魏忠贤二十四项该杀之罪的这个上书啊 就在民间 以守抄本的方式 迅速的传播了 就在这杨连的上书 在民间传的是几乎家一户晓的时候 这天启皇帝也听到了风声 有一天他就召见这个魏忠贤 就问他 听说最近有人弹劾你啊 魏忠贤一听 知道情况不妙 马上恶人先告状 立刻跪倒 嚎啕大哭 皇上啊 有人要陷害我 也要陷害你 我可担不了这个责任 你还是把我免了吧 天启皇帝部里他那茬 就追问说 奏书在哪 拿给我看 这魏忠贤虽然干预朝政架空皇上 可是面对皇上他也不敢抗旨啊 只好回到住处 把那个杨连的奏书呢 就拿给皇上看 这皇上接过这个杨连的奏书之后呢 转身就递给了旁边一个太监 因为那天启皇帝 认不得几个字 让太监给他念 哎呀真是天不诱杨连啊 这个太监恰恰是魏忠贤的死党 而且他太有才了 他拿的杨连的奏书 不是照着念 而是献编词 杨连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项该杀之罪啊 一个都不见了 都变成了一些无关痛痒 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些闲话 这天启皇帝一听也没什么事啊 怎么传的沸沸扬扬的 这魏忠贤就又接着哭起来了 我就说我是冤枉的嘛 哭着哭着 皇帝就说算了算了算了 别哭了 没什么事 你该干什么干上去就这样 魏忠贤就平安的度过了弹劾风波 可是魏忠贤度过了风波 这杨连就倒霉了 魏忠贤回到住处就想 这杨连呢 我非置你死地不可 魏忠贤想好主意之后 就来到了锦衣卫的政府司找到了徐显纯 这政府司啊 是锦衣卫设下的专门进行逮捕 拷问处死犯人的机构 这个徐显纯呢 就是政府司的头 叫政府司提督 徐显纯这个人呢 是个无举人出身 读过几天书 可是他生性冷酷 手段残忍 他挺合适他这个职务的 徐显纯投靠魏忠贤之后 专门帮助魏忠贤残害一击 魏忠贤来到了政府司 两个人一见面 魏忠贤就问徐显纯 我听说这雄庭壁判死刑之后 这杨连等人在到处设法捞他 徐显纯说是啊 那又能怎么样 魏忠贤说 他为什么要捞他呢 徐显纯说 不知道 也许他们都是东林党人吧 魏忠贤就暗示 你就不能说是杨连收了雄庭壁的银子 徐显纯说 没证据啊 魏忠贤说 要证据 这对你还是难事吗 徐显纯马上心顶身怀 送走了魏忠贤 徐显纯来到了政府司大牢 提审一个特殊的犯人 这个人叫汪温延 这个人的确很特殊 他在家乡本来是一个监狱的看守 犯了法之后逃到了京城 花钱买了个公民 就在京城开始混 他的社交能力是太强了 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齐楚这党人 无论是内阁大学士还是工位的大太监 他都能说上话 他都能套上关系 东林人士啊 就是看上他这种活动能力啊 就委托他设法营救熊亭壁 当魏忠贤得知汪温延在到处打点营救熊亭壁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人可以作为突破口 治东林党人于死地 于是呢 就指使他的亲信言官找借口 弹劾这个汪温延 汪温延就被打入了郑福寺的大楼 徐显春就用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汪温延 让他交代东林党人的罪行 这个汪温延怎么折磨他就是不交代 不是因为他坚真不屈 实在是他不知道东林党人到底有什么罪行 折磨了几天之后 汪温延实在是熬不下去了 就对徐显春说 你要让我承认什么 你告诉我 我承认就是了 徐显春就说 只要你说 杨连收了熊延帝的银子 就放了 这个汪温延想了一会儿 突然冒出了一句 天下没有贪赃的杨连啊 徐显春说 你真够死硬的 我还不要你的口供了 这边打他 这边伪造口供 写一句打一顿 写一句打一顿 假口供编子好之后 这个徐显春呢 就当着汪温延的面 念给他听 等这个口供念完之后 汪温延就挣扎着 并出一句话说 你不要胡编乱造 我就是死了 也要和你对字 这句话提醒了徐显春 不能留活口 一声令下 就把汪温延是活活打死了 魏忠贤拿到这个伪造的口供之后 立刻派几一位 就把杨连等东林人士 抓到了这个政府司大楼 为了逼杨连承认这些捏造的罪名 这徐显春对杨连呢 是几乎把政府司的所有的刑具 都用了个变 杨连被折磨的是 遍体鳞伤是烟烟一息啊 可是这杨连呢 命死不屈啊 就是不承认这些罪名 魏忠贤本来想通过严刑拷打 逼杨连招供 然后驱打成招 上报天启皇帝 给他判一死刑 就把冤案做成铁案了 没想到杨连是如此的死硬啊 他是又恨又怕 怎么办呢 他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就受益这个徐显春 除掉杨连 而且呢 不要让别人看出来死因 这一下子徐显春就开始施展他的本事了 在一个夜晚 徐显春啊 把一个装满了沙土的麻袋 就压在了杨连的胸口 就想活活的闷死他 可是第二天一早 杨连推开麻袋坐起来了 没死 徐显春说 哟 这招不行啊 再换一招 就用铜锤 把杨连身上的肋骨全砸断了 杨连还是没死 虽然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 一个看守啊 在搜查杨连遗物的时候 在枕头里发现了这个血树 他开始如获至宝 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来了 可是当他看了杨连的血树之后 改变主意了 把这个血树 叠好藏在身上 带回了家 他老婆一看 不干了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带回来了 你引火烧身呢 你赶快把它交出去 这个看守 不理他老婆 无论他老婆怎么叨叨 就坐在那 边哭边叨叨一句话 说我要把他留下来 总有一天 我要用他来赎我的罪过 三年之后 燕党首个被铲除 这被看守 拿出了杨连的这份血树 杨连的血树有二百多个字 其中有这么一句话 仁义一生死于赵玉 难言不得死所 何汉于天何怨于人 意思是说呀 我杨连啊 仁义一生啊 可是我却死到了赵玉 这个赵玉啊 就是天子下赵 抓着那些犯人待的地方 杨连说 我虽然死于赵玉 但是我死得其所 你不能说我死得不是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杨连说 我呀是朝廷的这个大臣 我身上肩负着先帝脱骨的使命 我是尽自己的指手而死的 所以我死得其所 所以我无愧一天无怨于人 明王朝的辽东地区 为什么会成为千禧这个王朝安危的火药筒 心怀大致的崇祯皇帝会对辽东地区做出怎样的部署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制风雨辽东 随着杨连的残酷遇害 在天启年间 一场史无前例的血腥精细 在大名的庙堂之上上演 魏忠贤被排除一击 大刺杀戮东林人士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 燕党集团制造出了大量的冤家错案 与此同时 硬骨头的东林党人 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天动静的真实故事 那么这样的故事都有哪些呢 说到这儿 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另外一个东林人士的身上 他叫左光斗 他是东林邪党案的成员之一 同时被魏忠贤打入了镇祖寺大牢 徐显春为了逼他承认捏到的罪名 给他实施了套落之行 就是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器里去烤 他有一个学生听说了 心急如焚了 得知自己的恩师被打入大牢 而且遭受了炮落之行 想尽办法就想要看一看他的恩师 可是监狱看守看得非常严 不让任何家属看望这些牢中的犯人 没办法 花了五十两银子 买通了一个狱卒 让这个狱卒 把他打扮成一个收垃圾的清洁工 混入了监狱 一进监狱 这个学生就被眼前的景象就惊呆了 这个左光斗啊 被折磨的膝盖以下全打折了 他站不住了 就倚靠在这个监狱的墙根 这浑身上下被烤得像黑炭一样 学生一看到这种恩师这种惨像啊 扑通一声就跪着老师的漆前 抚摸着老师的被打残的腿啊 就痛哭失声了 这个左光斗啊 因为受了那个炮弱之行啊 这眼珠子烤干了 所以双目失明了 但是他耳朵还有听觉 他就听出来是他自己最心爱的学生 来看他了 当时他就发火了 他说蠢才啊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国家已经烂成这样 我也是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可惜你呢 不顾你的生命安全 至天下苍生于不顾啊 到这儿来看我 你会让那些奸人啊 陷害的 可是这个学生不理不管 依然抱着老师的腿在哭啊 这老师就更发火了 你还不走 看我不杀了你 于是这左光斗啊 就磨磨缩缩 找东西要打他的学生 哎 身旁有一枷锁 他就想把这枷锁拿起来 砸他这个学生 可是他这会儿就拿不动这个枷锁了 这学生一看老师这个样子 一句话没有 只是默默的在那流泪 跪在那里给自己的恩师课同 和自己的老师告别 二十年之后 这个学生 站在扬州城堂 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清军 他对自己暗暗的发誓说 我绝不能对不起我的恩师啊 后来扬州城堂 这位学生被捕了 誓死不详 被清军杀害 这位学生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 施科法 这崇祯皇帝啊 面对东林人士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 他被打动了 他放弃了那种公允的不偏不倚的态度 开始旗帜鲜明的 为东林人士平反招选 而且下令严惩那些残酷迫害东林人士的那些燕党骨干分子 这徐显淳呢 被斩首了 三百一十多名燕党分子 从官僚队伍中清除出去 将近一百名的东林人士官复原职 可以说是正义得到了伸张 黄历朱有俭登基以来干的第一件大事 干的非常漂亮 就是彻底铲除了燕党集团 干完了这件大事之后 黄历要接着实施他的新政 收复辽东啊 那么朱有俭怎么收复辽东呢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